沒有常來,可是我到現場,我就整個繞一圈,讓我們觀察一下 我簡單講幾個事情,就是我看到的 譬如說,因為像親子共學人,我認識 可是假設說你不認識,你不知道,看到有一個親子共學人 譬如你在那邊看,他們就有大人還有小孩,然後他們就在那邊搭帳篷 然後在那邊煮東西吃,那這個東西你會不會有興趣 而且你會不會想說,小孩子在這邊,因為他們小孩子比較小 學齡前的小孩子,就是說你會看到甚至他們還有大人是講繪本給大家聽 甚至他們會安排,就是請一些專家來跟大人談 因為小孩子孩子很小,小孩子就有另外人帶著在那邊聽繪本 那大人就是有專家跟他們在說 那當然路過的人要聽都OK 就這樣的一個現場,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甚至還有人說,小孩子帶來這邊幹嘛 那這邊很危險啊,萬一發生什麼事情怎麼辦 標車主啊 我們不要講標車主啦 標車主那是另外一個事情,就是說 你假如在這邊,小孩子跑來跑去啊什麼的 或者說這邊,有時候這種抗議現場 發生什麼事情,誰也沒有辦法預料啊 那小孩子帶來這邊會不會有危險 或者說簡單講,那你們大人為什麼要來 其實我剛剛少問大家,就是說 假設你們要來這邊靜坐 那你們為什麼會來 我想每一個人都可以講出一套 你為什麼要來的那個理由 那這個就可以去問他們嗎 那另外一個,因為 因為我其實我蠻關心媒體這個事情 媒體像我會當公民記者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媒體有問題 正反都有啊 正反都有,當然正反都有 只怕說不是正反都有 而是他故意刻意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很多時間讓大家聊這個 譬如說很單講 或是說你們回去想一想 就是你們這幾天看到的新聞 你們有沒有看到一些很奇怪的說法 你要講 我今天中午吃飯的時候看華視 然後華視弄了一個特輯 就是寫說 就是有配音樂 然後有一些抗爭的畫面 然後就是 學生流血的那個衝突 然後他一開始就說 我們今天不想當媽寶 然後所以我們站出來捍衛民族 愛我們台灣 然後他說我們帶了手機 帶了勇氣 卻忘了帶智慧 然後我就非常的生氣 我說這是什麼 就是非常生氣 學生啊 不是,就是華視弄了一個花絮 還是特輯 就是一個MV 然後裡面就有一些圖片跟 照片跟他們想要他們的文字 然後就說學生沒有帶智慧出門 那那個沒有帶智慧是誰講的 是學生講的 就是華視講的啊 就是記者講的 蛤? 不是記者 他弄了一個花絮 就是MV裡面的人講 對,MV的字幕 對,然後說什麼 就是今天台灣就是被你們傷害了 我們的信任分離 被你們這樣子擊碎了 青春跟台灣台場 跟國家台場戀愛不是很美好嗎 然後他半小時就播一次了 我中午十二點的時候吃飯看到 回去 回去網路上又看到live直播 然後半小時之後他又出現一次 然後在這之前他還會放很多 我就是韓國之前反美牛 反FTA 然後後來很後悔 然後吃到苦頭以後 後來開放自由貓女婆快樂的那個 假新聞畫面 然後再配剛剛那個MV 你知道嗎? 我還把MV錄下來放網路上 但我覺得我有點害怕的是說 如果我今天用我的XX去散播這個影片 或是叫大家轉載 會不會之後就是又有人 因為我現在覺得網路上激進的人很 就是那種反反反 反服貌的人很兇 就覺得他們覺得血腥暴力是OK的 然後我其實我對這些人有點害怕 對 我可以把這個放到大聲工的那個社團 大家就可以看到那影片 多令人生氣 如果不想放在你自己的Youtube帳號的話 你可以上傳然後給一個下載備的帳號 這樣你就比較安全 其實我弄了一個假帳號 那我想問你或是問大家 你們覺得類似這樣的新聞會有什麼影響 對誰? 不信 不信 對我們自己人對他 就是對整個社會 或是對這個事情會有什麼影響 我反而會想到說 他是真的新聞 還是所謂的網邊特稿之類的 平面雜誌有那個網邊特稿嗎 你要很注意 或者是說你知道有這個東西 你去看到右上角或左下角 你才知道說 有人把那個廣告做得很像訪問 然後就潛入在雜誌裡面 然後你看了你以為是雜誌的一部分 但是其實不是 他是被花錢買的 所以 很有概念啊 你上過媒體四讀 對 你有上過媒體四讀 對 我是有一些媒體四讀的基礎 以前工作的關係 可是或許有可能就是 只是 某一個電視台的立場 當然 電視台都有他的立場 都有他的立場 像這幾天也都有 也都有那個網民 在說有一些電視台 他把那個抗爭的畫面 移花揭幕 譬如說他把之前陳雲林來台的 警察的流血的畫面 他把他自換成這一次這個行政院的事件 他的警察流血 然後他就 雖然同樣警察流血這件事情是真的 可是他可能用了一個以前的照片來 放在現在的報導裡面 那他的立場 或是他的居心 這個就很可疑了 對啊 這個 這個我覺得比較 比較沒有辦法的地方 哪一方是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去對抗 這樣子的一個媒體機制 這樣子 所以你們假如說 這一兩天你們有看四大報的頭版 你們就很清楚嗎 對啊 同樣一件事 有的這樣寫 有的這樣寫 有的那樣寫 那當然 每一個報紙 每一個電視台 有他們的立場 這個 有時候你很 很難去 你也不能說哪一個一定是 對哪一個一定是錯 對不對 可是你會看到 可能同樣一件事情 會有不一樣的說法 好 那就各自在影響他的讀者 好 那甚至用 我覺得各式各樣的方式 那 所以回頭 回頭過來 講就是說 假設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然後 那可以怎麼辦 那可以怎麼辦 可以嗎 可以怎麼辦 那就是需要你們啊 簡單講就是需要你們啊 對不對 蛤 這個部分就是 我想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時候 等一下 我先講一句話 我講的不是只有這件事情 我講的不是這樣一件這麼大的事情 而是各式各樣小的事情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那個灣寶 包括A7 包括像POP牌 他到處都去 華光你們也都知道嘛 對不對 王家 也許還更小的 像有時候我都去跑那個很小的 因為沒有人要去 我們不要只把它 看作一定是這麼大的事情 其實 剛剛是大暴龍老師提醒啦 就是說 像 平常我在採訪的時候啊 也是 就是說 大的那個 事情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 確認之後 才會去講 那 可是我比較喜歡寫的 就是說 用我公民記者的講度 去寫 人物 人物 那所以說這次秀娟 不是有一個台灣聲音嗎 她就是 她的 她走的 那個策略就是說 找人物來 去講說 也是 幫我們台灣的人民發聲 是發出她的聲音 對 然後這個時候 公民記者 重要以外 就是在這一次 我也特別看到 獨立媒體 的重要 像這次新頭殼就 她寫的東西 我就比較會看 對 我就不看電視了 對 看著 那個 生氣啊 當然慢慢台灣有一些 我們所謂的 努力媒體 對 可是 這樣子 我也認為絕對不夠 對 絕對不夠 那 也許我們要談一下 公民記者的精神 公民記者 你看我想 我想大家 你們都在上班嗎 對啊 上班工作 那為什麼是記者呢 對不對 跟我們平常想像的那個 記者差很多 對不對 可是 是因為你們 你們有這樣的意願 對不對 然後 受過一些訓練 就開始做了 那這個重要性在哪裡 我們也不能想說補充 我覺得補充有一點 妄自菲薄 甚至有時候我們可以是 是可以 是很重要 那 我要講這麼多 是因為 我們剛剛走過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 那個有棚子 他架了很多電腦 你們有沒有發現 應該是臨時政府 那個 不只 其實他們就是在直播 現在直播很容易 我們之前還曾經 就是有一個 跟公司有 有朋友在談 就是說 我們還去培訓 要做直播的人 因為那個 那個現在的器材很容易 網路啊 就是買一點簡單的器材 像以前 好奇寶寶就是這樣子 其實就在直播了 我都來不及咖 第一個晚上 第一個晚上不是 就是用那個 蘋果 iPhone 對對對 你們都有看到那張照片 對不對 他就是 就是在異常 然後有一個iPad 因為他要立起來 所以他就用 用夾腳拖夾著 就這樣立著 就這樣直播 就是說 就是說 以 以我們要當公民記者的 這一個 形式來講 他也一直在 就方法 一直在 變化嘛 以前 大家怎麼會有這樣的東西 沒有嘛 甚至沒有網路啊 沒有 譬如說臉書啊 可是 以現在來講 這樣的 這個 的 的 我們說這些設備 太容易了 尤其像浩宇寶寶 他這樣子錄起來 他就已經直播了 譬如說我們現在在那邊講的話 都有可能被聽到的 我覺得 開始的那個門檻 是很低的 我想我也趁這個機會跟大家提一下 像大家都知道我拍大埔 對不對 可是我都一直跟人家澄清 大埔不是我拍的 不是我拍的 可是是你報的 可是是我報道的 他是三個步驟 就是 第一天 就是挖田 警察抓了那個 是農民自己拍的 因為我那天不在那裡 只是我接到電話 我根本來不及去 所以他們就拍了 然後再過來 我是隔了大概兩三天去 我才做一點採訪 他們的採訪 然後他們把那一天拍的東西給我 然後我就帶回來 我就趕快隔天丟出去 我的工作只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回頭去想 他們就是公民記者 假設我們要去談公民記者的定義 的那種 那種內容 實質的內容 他們就是公民記者 所以 譬如說大家 有些人在現場 在那邊錄 在那邊拍 上臉書 那就是某一個形式的公民記者 只是說 那樣的訊息 也有 就是可能會比較雜亂 是不是 以我們來講 因為我們已經 上過一段時間的課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再把它 稍微再多整理一些 所以 譬如說我們剛過來 我們看到的 比如說 新的奉學人 那直播的 你們有沒有興趣去 報道一下直播這件事情 不是要叫你們去直播 而是 那個是一個 一個 你 你當媒體的 一個 一種形式 那 我覺得那個題目也很好 甚至 甚至